蔡英文貴議員 麻煩主席請院長還有處長會主委楊主委來接受質詢 請蘇院長請次長會楊主委 蘇院長好楊主委您好很高興在這裡有機會可以向兩位詢問幾個問題 那第一個就是說院長您知道過去在國民黨威權時代的時候 政府經常假借各種的名目向人民徵收財產 沒收人民的財產 那目前究竟總共有多少筆土地還有多少是沒有歸還給人民的 那請看我已經直接幫院長整理好表格了 這個依照威權統治時期沒收財產處理研究的研究成果來看 過去宣布要沒收財產的人至少有1640個 那這個1640個人裡面實際上呢 真的遭到執行沒收財產的人數為145人 那總共是279筆土地 我手上的這份資料就是整理國防部2014年當時給立法院的資料 那這個279筆土地它目前的土地總值是高達347億元 那這些我們可以說是當年戒嚴時期的不義之財 它並未隨著處轉會在去年撤銷的五千餘位受難者的有罪判決 它並未隨著這些有罪判決的撤銷來返還給這些財產的當事人 那其實事實上呢過去行政院對於這件事情是有表達立場的 包含在前年那時候還是我們賴前院長的時候 他曾經就有說過財產應該還給人家的就要還給人家 那蘇院長您自己其實在去年二月的時候也同樣有說 如果當年是受冤屈或是不當判決等等 返還都是應該做的事情 那我看起來是覺得說事實上這件事情 針對這個不不當的不義之財 兩位隔魁好像態度都是一致的 所以在這裡我想要再次的詢問院長 請問院長您現在態度還是一樣嗎 那能不能提出更具體的騎乘 針對歸還財產這件事情 謝謝委員關心這個不義黨產 其實國民黨來台灣 它何止這些 我們要十倍百倍以這一些 它佔的還不只是人民的 包括當年日本人的 包括日產等等 國民黨用盡手法 反正它兩手空空跑來台灣 什麼都是用戰的 那所以這一些應該歸還 應該歸還 如果有主的就是人民的就歸還人民 我始終是這個態度 也是一輩子都為這個努力 那我請主委給你做說明一下 那我想是不是我也直接對著主委提出幾個問題 因為目前我們可以看到的是說 促轉條例第六條有指出說財產要歸還 那事實上在上一個會期這個東西也有經過很多的討論 但有一個狀況是說 它經過了很多討論 相關的細節 卻一直沒有被訂定出來 那主委你自己曾經說過 有關沒收財產的返還問題 將參考國內外的經驗 那我想請問的就是說 既然我們現在 您已經說要參考國內外的經驗 那大概就是 整理出來會有兩個方向 一個可能就是說 請向立專法 或是直接修法 修改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力回復條例 兩個方向思考 所以我想請問的是說 目前促轉會這邊 決定要往哪一個方向走呢 謝謝委員 跟委員說明 關於這個財產的收奪的 在戒嚴時期 國民黨財產收奪的部分 我想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一個部分就是不當黨產的部分 那麼這部分 剛剛院長也有說明 就是黨產會目前正在做的事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則是各種行政不法所收取的 那這個部分我想需要再研議 那在促轉會這個部分呢 主要是依據促轉條例第六條 我們處理的主要就是 不法刑事判決的沒收財產 那確實如委員剛剛所提到 就是說 原來在103年這個國防部的一個報告裡面呢 他有提出說是有279筆土地跟兩筆的房屋 那這279筆我們經過比對之後呢 有重複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確定的這個數字是245筆 那但是呢 其實這個245筆土地跟兩筆的房屋 事實上只有13個所有權人 這13個所有權人還包含了非自然人 所以促轉會成立之後呢 我們也經過了研究團隊還有會內同仁的努力 我們努力的爬梳了各種檔案 比對出當時有被宣告的是1640人 而實際有確定的證據 有被沒收財產的是145個人 也就是說 因為反環財產要以當事人為主體 那之前國防部的那個因為只有13個當事人 所以促轉會在研究之下呢 把這個規模掌握得比較清楚 又多了一百三十幾個 那目前我們大概就是說先把規模 因為這個反環財產的規劃一定要先掌握情況 到底有多大的規模 那規模掌握之後我們確實研究了國外的立法力 那掌握了部分目前促轉會的政策的這個方向比較朝向 就是立專法能夠比較嚴謹比較完整 我們評估是朝這方向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說能夠朝這方向去接下來能夠去研擬這個法案的出稿 感謝主委的初步的解釋 那我想要請問說因為剛才您其實有講到說講解目前的狀況 那事實上我要提醒就是說 因為您剛也講到了其實當時沒收財產的狀況非常的複雜 所以未來一定會遇到說歸還土地財產的幾個問題 譬如說土地歸屬那如何歸還給當事人的遺族 然後已經轉賣的土地要如何協助處理 這個部分我希望就是促轉 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希望促轉會這邊進一步來給本辦就是相關對策的報告 那我們給主委大概半個月的時間 促轉會這邊半個月的時間是可以的嗎 然後另外有一件事情就是說想要請問院長 因為促轉會兩年的期限就快到了 那之前其實院長也有提過說希望可以再研一年 那我這邊本席這邊是覺得說一年的時間不一定夠 那這個希望請就是院長 行政院這邊也能夠評估說是不是能夠再延長 延長更長的期限 因為我覺得事實上我們可以 剛才可以看到就是說我們還有很多很複雜的事情還沒有處理 那我自己是希望說期限可以延長到更長 那再來第二個問題是有關防疫的 所以我想楊主委這邊應該就暫時就可以先結束了 那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他還在啊 對啊 這個委員所講第一個問題 確實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的不公不義 是全世界最長的 那好不容易 台灣經過 政黨輪替台灣人民的一代一代的努力 終於有了促轉條例 而促轉條例裡面就規定要做的工作 這些工作短短的兩年 要來緩轉幾十年 其實是有極困難 所以期限雖然快到了 但我也有表示過 會依據促轉條例的規定 在促轉會報上來後 我同意延長 但促轉條例裡面有明文規定 延長就是一年 但不限次數 那總統有在228當天 在228公園公開宣示 說只要促轉工作還沒有完成 就有繼續存在的必要 我們會依這樣來做 是 所以就是說 我想院長這裡是 我聽起來就是覺得說 因為我有說我覺得 一年的時間是不夠的 到時候我想勢必會申請延長 那行政院這裡的態度 我想確認就是說 如果當下一次再延長的時候 行政院這裡應該也是支持的 我們很謝謝楊主委 要領著所有同仁所做的努力 不過從無到有 是非常辛苦的 現在還要一步一步做 還未完成的工作 所以我們會依出短條例的規定 它是規定一次延長就是一年 但不限次數 所以我們會依法這樣子來做 我們當然希望繼續延長 同時在延長後 如有需要 那當然再繼續依出短條例的規定 還可以繼續延長 了解 好我了解院長這邊的態度了 那再來我想要請問的是 疫情的問題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目前疫情 我可以說是 事實上我們的疫情還是越來越發的嚴峻 應該說不只台灣 其實全世界都是這樣子 那台灣其實已經算是 防疫做得非常好的地方 這個我一定要先肯定 就是我們的政府這邊 但我想請問的是說 因為目前看起來就是說 圍堵 已經不能用圍堵來控制疫情了 我們是不是該想好 事先想好如何減災這個問題 那我為什麼會提到減災呢 是因為事實上我們現在有 我們就我們所知有很多的國人 都是在海外工作 那這些在海外工作的國人 其實是數以百萬計的 那其實很多的國人都是在 目前我們所謂的三級疫區工作 那可能包含韓國 包含伊朗 包含中國 那現在我們眼下遇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有兩個很大的節日快要到了 一個是清明 一個是端午 那尤其是清明節 其實離現在這個日期已經非常近了 那我想要請問的是 因應這些返鄉的人潮 就是行政院跟衛福部這邊 有沒有相對因應的對策呢 謝謝 我想我們看到這個五萬會員 就是一個新型的不明的這個病毒 那因為它是一開始不明 到目前都還沒有說完全了解 所以全世界面對這個疫情 而且還在發展中 形勢是非常險峻 台灣曾被美國的醫學專家類為 一定是全世界第二產 就最慘的是中國 那因為我們跟它距離最近 往來平緩互動 不明確 所以我們一定是第二產 但經過兩個多月來 國人同胞一起努力 我們守住第一線 所以第一階段 是我們能夠守住第一線 再來就是 無可避免的社區感染傳播 無可避免的會有院內傳染等等 所以我們要圍堵 就是讓這個疫情盡量減少損害 那第三點就是 隨著疫情的不同 全世界我們依一級二級三級 不同的區域回來的 國人同胞 我們也依指揮中心 對各種不同的等級 我們有居家防疫 或者是接觸的人有居家隔離 或者有自主管理 我們會依這個來做 那眼看就要來臨的親民掃墓 後端午節 那委員關心的這一方面 我們都已經做好相關的對應 並且公佈 也就是你如果從不同的國家回來 就有不同的應對模式 比如從中國回來的 那就要居家檢疫14天 有些還非專機 包機 專機不能回來等等 都有各有處理 所以如果這樣的情形 除了對回來的外 對於鄰谷塔 墓園 墳墓 也各有地方政府 依指揮中心要求 有不同的作為 總之 減少接觸 減少傳染的機會 並做好健康管理的準備 即時行 會減少疫情的傳遞 跟嚴重 是 感謝院長的解釋 那我想要再進一步問的就是說 因為像這樣 為了因應大量的 國人返鄉的話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點 就是說 流量跟防疫 到底要如何平衡這一點 怎麼說呢 我們先設想一個 比較糟糕的狀況 就假設如果從三級警視去反國的國人 有一定的比例是有染疫的 那我想目前國內 負壓隔離病房的數量 應該是不足以承受這樣的情形 所以我想請問說 醫療資源這裡有沒有要再去擴充的狀況 那第二就是說 因為剛才院長其實也有提到說 一些因應措施嘛 那我想請問的是說 會不會再有變動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是這樣子 這些因應措施應該要及早去跟民眾宣布去溝通 因為民眾越早了解的話 比較不會讓政策臨時發布引起民怨 我覺得像韓國跟義大利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狀況 就是說因為他們當時的輕忽造成 造成醫療體系崩潰 然後也缺乏跟民眾的宣導跟宣傳 所以我會希望說 行政院這邊是不是能夠更進一步的去回答這個部分 還有加強對民眾的宣導 這次我們的防疫被世界各國肯定就是 我們隨時都以最快速最透明最沒有隱匿的情形向 讓國人同胞報告 我請 衛生部給你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 自從SARS以後 我們在醫療體系一直都是有準備 負壓隔離病房 目前除了醫學中心 再加上我們所有的區域的一些隔離醫院 部分其實我們有至少預備一千五百個房間可以使用 所以能量是足夠的到目前為止 而且我們不斷的滾動修正 到最後 到最後 我們可以進行 至少 我們可以進行 至少 我們可以進行 感谢观看